杰老师 台股指数今天再刷250点 够了吗 你们想听实话吗 看节目 欢迎来到股市最前线 来到礼拜四 今天台股指数再刷 现在250点 我怕我们越入越刷越低 所以那我们就 赶快入入吧 对 开玩笑 好认真点 昨天的活动赶快来参加 我们今天再开放天 line at给你问 两档 一人两档 两档而已 我已经收集到蛮多股票了 那其中重复性很高的 我会在明天 是 特别把这几档挑出来 跟大家做说明 统一回复 因为 询问度高嘛 对对 点阅率高 是的 参加点台 我就做台率高 歪一楼 每天都歪 像我这么震惊 少来 我自己也不行 对 是不是 好 那今天再刷200点 够冷吗 好啦 坦白跟你讲了 还没 要不要 不要担心指数跌 股票会涨就好 讲那么多次了 也是 你毕竟涨了2500点 昨天才今天跌不到500点而已 所以还好 你看 G780训练 昨天涨停 今天涨停高 昨天涨停 今天再刷 今天再刷高 不断高 没差吧 没差吧 你买60几块的朋友 涨多人就可以 想卖就卖吗 给答案了 卖了我们再买新的嘛 对 你看就像前两天 我不是跟你说 5426可以卖一趟 蒸发 是 六天三个灯了 六天三个灯 我们今天可以卖 准备卖一趟了 你看5226 哎呦呦 虽然跌不多啦 但是你有卖 你那天卖41嘛 今天现在7块多 有一定的价差嘛 有 你不要想看说 那个3块4块 那一箱呢 真的 差10%呢 对 也太感觉了 不要坐 20张就好 你看20张就差5 6万了呢 哇 你这样不算还没感觉 才20张 如果你是一两百张 那就有差别了吧 有有有 有很大的差别 有说 有时候要因应行情的变化 稍微调整 你看上礼拜 我们跟说 4979华星光 两个灯之后 第三天要卖掉 有 你自己看 是回来了 真的耶 算了150啊 今天剩142了 差8块了 这样子 10张就差8万了 哇 有感有感有感 20张差多少 自己算 16万了 现在有feu了 有有 如果你是30张50张的朋友 那是几十万了 老师你不要够供啊 我有叫你买啊 有啦 我公开讲的 有 买也有就 卖完之后 下回再来嘛 天长地久 好股票 可以一赚再赚啊 也是 当然啦 前提是 今天好朋友们 Light这个活动 赶快赶快 业人两档 给你问 业人两档 然后Light胜券 赶快来做 加入小老鼠 David K1688 像那个 点台率高的啊 那个谁 郁金光 哦 很多人问哦 3406 对 什么想不着 然后还有那个 那个谁啊 这个苹果要来了吗 红准啊 红准也蛮多人问的 红准就有人讲说 那个涨上去啊 机器人干凌股啊 什么的 对啊 好好 明天同意回复给大家 好不好 那台北股市呢 今天刷了200多点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指数的位置 我们把图放大一点 对我势力不好 谢谢 好 因为平华老师 喜欢把很多年了 拿来一起 看不到那么多 好来 好 其实今天破11000而已 其实台北股市 连月线都没碰到 倒还没 还没 你们在紧张什么 好 但最好 最好是要破月线 最好破月 所以我说没跌够啊 因为你要清筹嘛 你不破月线 怎么会清筹嘛 21000 月线是21000 你不要看21000 嗯还好 你说哎老师 那21000 你以为900点很多 台北股市还不是1万点 那是2万多点 2万多点的900点 一点都不多好不好 真的不多 连一成还没到 就一丢丢而已啊 是 哦 因为2万点的一成是2000点 所以你看哦 这样稍微 这个不要这么过热 让市场稍微 冷静一下 冷静一下 其实为什么要这样修正哦 其实有几个大原因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好哟 台北股市不是自己跌 是美股前跌的 不是我们跌 我们是被美股拖下去的 被他们拖累了 来来来 四大指数 是 先看刀仲 嗯刀仲 刀仲你点几天了好不好 真的耶 你看看 哎老师 台北股市上 你把你的创新高 你怎么叫我们开始卖股票 没有啊 偶尔看一下美股好不好 真的哦 你不要 哦老师 哇联花科涨停就兴奋了 啊现在呢 怎么 就没贪啊 对 你 不贪了 你看你看 你看你看 刀仲 你看 你看科技股创高 但刀仲就举回来 是 那科技股怎么强 嗯 废半就只长一只啦 就NVIDIA嘛 就NVIDIA啦 就他嘛 即便左掌上美股回档哦 NVIDIA还创高耶 真的耶 他还是长得美 所以美股在长 一个人的NVIDIA 一个人的武林啊 就跟台积电那种逻辑是很强的 可是这种方式会不会倒致股市修正呢 会 因为执长NVIDIA其他会退 yes 所以NVIDIA后面会掉下来啦 好哟 这样子到老 会不会拖下来 来来来来 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昨天这个新闻哦 美股大盘乏力 但辉达逆势收红 还创始高 有 但还是那句话啦 即便是辉达也不能这样追啊 你会不小心被K到啊 即便是辉达 老师不是说未来不错吗 那我现在买顶多小套一下嘛 你确定 那如果你不小心买要去套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一个月呢 你动会掉吗 你的心情不爽啊 那我就等他 你不会动会掉啦 你会心情不爽而已 我们何苦做一些砸自己脚的事呢 也对 对不对 对也是也是 我们为什么不等他稍微整理一下 嗯哼 再进场呢 那是不是好很多 好太多了 是啊 你不用在那个过程当中很挣扎 你看嘛 比方说致远好了 你看你买那么便宜 对不对 哎不错啊 竟然还继续涨耶 我都想办就卖啊 他一定还会给你机会啊 具有客也一样啊 827你看是不是底部其实涨很强啊 今天指数叠他还涨啊 继续涨 可是竟然还快涨停了耶 对 有 可能要不要涨停了 那你转线破衣老街 又可以再转下一次啦 也是 很好 所以投资的逻辑要对 不是盲目的追涨 是 好啦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新闻哦 红海的 很多人说红海不错啊 那个 红海不错是真的 机器人啊 对 机器人还 机器人是 电动车腰 机材 我问大家哦 你看到机器人了没 还没啊 那你机器人要卖给谁 卖给 卖给 想要的人 为什么讲的好虚哦 对啊 我昨天录节目就一堆人 就其他分析在讲机器人嘛 我想说 对啊 所有的很强 强 红嘴很强 所有的机器人鼓什么 罗笙什么那些 一大堆都很强 第一件事 它为什么叫题材 它就跟CPU一样 你看不到获利在哪里 目前还看不到 但是CPU好是好 但是说它长得慢慢的 就是慢慢堆 慢慢堆 慢慢堆 堆上去的 所以筹码是干净的 可是机器人是什么 来得又凶又快又猛 是 所以以台北股市 过去这几十年的惯性 腰骨的特色是什么 所罗门一定是腰骨嘛 对 腰骨的特色是什么 请问大家 腰骨的特色是什么 这个我教过大家 腰骨的特色 怎么来怎么去 叫腰骨的特色 怎么上去 怎么下来 怎么来怎么去 来得快去的也快 来回一场空了嘛 不不不 你记得要卖嘛 对 按时你有赚记得要卖 你记得要卖要跑 就这么简单而已 老师那也有人说 机器人股票 所罗门可以说是 领头羊 是啊 那看他咯 还是说 红准也是啊 华汉也是啊 机器人概念股 一定是所罗门第一个 所以他 所以他如果不行的时候 其他就要小心 就这么简单 把你把它当指标嘛 他不行了 我没有说他不行了 但如果他不行的话 如果他不行的话 不要说明天底下就怪我 我只是提醒一下一下而已 不要说有我害人 好啊 这波真的很猛耶 股价就翻了四倍 可以啦 可以啦 三四十块股票 我觉得这样可以啦 好 也不可以 不算过分啊 也是 那我们的股票是这样涨来的 不是什么稀奇的 也对 你上全是这样来的 什么稀奇的 好那 那外资 往上喊嘛 好啦 外资喊红海227 老师 外资喊哦 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很微妙 为什么 我觉得里面有 这已经不是猫腻了 这是让我非常警惕的一件事 真的 让我相信了 试心的五千谁喊的 想想 对 试心的4880谁喊的 谁喊的 对不对 那一天 前两天那个谁 二四五市长庭嘛 有八哥嘛 八哥 今天没叠啦 我就问你啦 他喊1550 1588是谁 谁谁谁 那你再想一想 后来发生什么事了 后来都不是什么好事 被外资喊完 通常都没好事啊 对耶 你找不买 找不出这个新闻 玩不出这个新闻 当你股价创史高 历史高 高高又高高 在喊说更远 我常讲 这种新闻 你可以看 但绝对不要相信 因为连写新闻的记者 知道都比你早 是 这就是我常讲 这是筹码松动的 一个很大的风险 搞不好这新闻 早就写好了 现在放出来 这大家不都知道吗 大家都知道了 你看我们节目这么久了 我交几次了 真的耶 我交几次了 好多次了 我问大家好 我们来思考一件事 IP股细致财 外资最看好的是谁 世心 世心今天开股东会 我们都没去 那外资不看好的是谁 创意 对 看创意 有比世心强多 强很多 这就叫丑 之前不是外资都说 世心要1000块一下 对 有1000块我一定买 这没有 没有 不来 我就不来 不来就算了 我等下一轮 我有别字可以买吗 这是David跟大家讲 不要太相信 外资写的东西 是 有时候 这种 平白无故 秀给你看的力度 通常是什么 无视现阴晴 非奸几道 好 他用原本的201 调高到227 甚至有喊300 不然平话喊300 我喊300 我喊300 不来是正常的 要先讲 说好300 那何时吗 不负责任声明 对 你问什么时候来 不是免责 是不负责任 用喊的都不负责任 谁不会喊 很多观众 网友你都可以喊 对 老师300 他的时候我喊500 大气一点 对老师 小小 小小 小鼻子 小鼻子 他喊300 500 500 会不会来 不知道 500在小巨蛋 500是我们的年代 500 他现在年轻的时候 韩星 对 对 好哦 外资看好 爱赛丽 外资每次看好 通常都不时常好事 看坏你要准备 看坏创意 最创意便买点 真的耶 你看我就说 外资就是不看坏 不看坏世心 不然我就买了 他一直 他没有改口 难怪都不长 气死了 还没改口 还没改啊 拜托你改一下好不好 让我们有机会 改一下拜托 你改一下 我觉得有机会就便宜 从4500 我回多到2500 你还不改吗 他没有改啊 喊5000还是喊5000啊 你看 喊4800 你看你看 所以为什么事情不长 真的 因为 请问外资啊 他还没改过 为什么那么坚持 他跟你在哪 还是 拉不下老脸 拉不下老脸 还好我们这种没什么脸的 我们有不靠脸吃饭 没错 我想说 翻脸跟翻书一样 呃 应该还好 还好 好 今天呢 指数 昨天已经刷了 今天再刷 刷两天而已 小case 破月线都不用担心 好 破月线都不用还了 就算破月线也不用担心 好 那 你丑话先讲前面 好 哎 破月线没关系 当然 因为你的股票还在 不是 不是 是因为破月线会有买点嘛 哦 你又是好担心的 你就心里想着 哎呦 David刚刚刚是跟我说 哪些股票不错的 有的 或者说 你来问那个 Light 对对 两档 然后我明天开始 其实解释 有些股票是不错的 是 我就跟你说 哎 万一回来的时候可以买 那是不是应该要趁指数 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来买的 真的 真的 来上下起手这样子 那你会不会期待一下 要我是很开心 哎 这样子讲 的确是有一点点小气的感觉 我个人是蛮期待的 啊 你不知道 我也很快出手的 也对耶 你一直长一直长 真的也很难出手 不是 我总不能一直 一直台积电嘛 那你也蛮无聊的啊 也是 好 一直台积电 你会说 老师您只有台积电吗 不是 你就觉得这个节目就无聊 我们大家要买台积电 对啊 我们大家也要红海 我还没了 对 哎 真的耶 还好我们还有什么 上权啊 华信公司 对对 我们还有CPU这些股票 还有CPU啦 还有一些怪怪的啊 对我们还有训练 还有支援 还有振发 还有支援 对对 没错 好啦可以可以可以 行的行的 当然啦 David的节目跟 绝大部分的分析 是蛮不一样的 嗯 不是因为我的股票 特别飙 因为我不会天天涨停 天天涨停的股票 大概率我都没有 因为 除非我底不低 根本就买到了 不然我就不会去讲了 的确 对 好 所以David的股票的特色是 题材好 甚至有时候基本面也很好 嗯哼 那有些没基本面的 就是他题材特别好 是 筹码特别棒 所以我带你买 而且你的价格 你进场的位置 肯定很便宜 是 所以你常常可以 赚大的 嗯哼 我只在赚大的 我打个比方好了 机器人的股票 大家很爱喊 对不对 对呀 你看看那个量 能买几张 你告诉我 嗯 他刚起涨了 前面的电话 还是买不到的 刚起涨是 对 那你能买几张 你敢买几张 欸他没有 我就问你一件事 为什么你是我的客户 你是我的观众 你在20块附近 就可以开始买 五四二六正法 而且你不是买10张 20张 嗯 你可能是买 100 200 300张 对 就表示 David给你的资料 给你的资讯 值得你信赖 是 你常常赚得到 所以你敢重压 没错 那那种天天涨停的 为什么David不讲 我就算买到 我也买不多啊 嗯哼 对不对 嗯 那 那 与其脑 那 与其脑 何必 哎 他二三十块的时候 他的成交量 都是破万啦 都是破万以上的呦 20块都破万啦 所以你想要买几张 就有几张 所以他说 都是好玩在哪里 嗯 我们常常看到一些眼光很 可以看很远的人 嗯嗯 David跟我们那些朋友都是这样子啦 嗯哼 只是说 操作上我还是建议说 哎 有时候我们明明都要 只说要修正了 对 所以叫你先卖掉一些啦 先卖一堂 是 好 把赚到了 就这样嘛 我们不是不看好上全啊 嗯 不是不看好华星光啊 是因为你不卖 还要回来 我干嘛不卖 哎也对耶 我知道你要回来 我还不卖 我 我都在火车 要过来了 我都知道台北股市这两天会修正 我这样的前几天叫你先卖啊 也对 啊我明知道 我没叫你买 我问阿潘 啊明知道啊 那些人不知道 别的分析师可能不知道 我们就原谅他 原谅他 不知者不罪 哎人家21937一直往上喊了 我不知道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我会笑了 对不起 我挖了好多洞哦 对不起 我又在开地图泡了吗 你又 害我不自已笑 我又开地图泡了吗 没事没事没事 都凭话讲了 不告我的事 赶快撇清 赶快撇清 二三一七红海啊 我喊了300 好 凭话喊哦 不负责任哦 不负责任哦 所以他万一没有来很正常哦 不负责任哦 这节目常常干这种事 哎对耶 怎么会这样子 奇怪 赶快小孩子 你这样 还蛮厉害的 我明明就很正常的一个人啊 真假的 我也觉得我自己很正经啊 我还觉得我自己很帅 这样可以吗 可以可以 信信信 对对对 照镜子 太帅 那玻璃就破了 我怎么帅成这样 对对对 是玻璃会碎裂 连镜子都看不下去 天哪 哪里学的谎言 对对对 就有没有看过那个以前那个Mirror Mirror 魔镜啊 魔镜 对对对对对 我想alk 哪里买的镜子我一样一服 哈哈哈 那他有没有看过那个Mirror Mirror 那个那个白雪公主嘛 对不对 他不是Mirror Mirror 那谁是最漂亮的女人 然后那个镜子是说白雪公主 然后就 镜子被揍了一顿 喔是皇后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从小朋友看的童话故事 就知道 就知道 霸凌是不对的 对对对 欺骗自己跟不对 不会有的时候 要自我催眠一下 所以它是Mirror 对是Mirror 对啊 It's a mystery 给我三副 Mirror 好了 言归正传 台北股市短线这个修正 不用太害怕 即便美股委根的修正 也不用太害怕 即便礼拜五公布的PCE数据 不怎么样也不用害怕 因为修正是应该的 好哦 那这个修正 就会类似你4月19号 跟David一样 疯狂减便宜的修正 诶就会又到了 但今天还没了 今天还没了 但一定要珍惜啊 能够叠两天 已经要偷笑了 能不能够来月线 我都要怀疑了 我是希望它修正一下下 对对对 但就算我常讲嘛 要珍惜啊 因为不一定能来 对真的真的 甚至搞不好 来的过程股票都上去了 也是 甚至有些股票跟指数 完全没有关系 就赶快买吧 老师你说要珍惜 可是股票没下来啊 有的话有的有下来啊 哦 好 清清楚了哈 里面有猫腻啊 而且有的很低档啊 哦 所以我们要开始买了 好哟 你不用管说 今天跌200点300点 也先股票再开始讲 真的哦 你不要等涨停 说过去我们涨停 老师你叫我们买哦 过去买两天才没看到 你口讯尸家的面前 你没看 对啊 对啊 好 你看那时候我们买上全 三十几块买那么多趟 对不对 农历年前六十几块买那么多趟 是真的 前阵子四月份 一百块买那么多趟 嗯 白纸黑字 清清楚楚的抠讯 嗯 对不对 买那么多次 对 就叫我多买一点哦 是 是 就这么明显 这么明显 就是 对啊 不看好他 我没有不看好啦 也没有看很好啦 反正你们大家赚就对了 我说不看好他会买那么多次吗 没有看好啦 就五成而已 没有多啦 五成而已 三十块到现在五倍了 想不想打人 好想打人哦 对对对 相信自己 嗯 很帅很美 对对对 好 信任专业 好 这个获利自然有了 其实操作不要那么复杂 嗯 就让你常看我们节目 我们 哎 David跟平化脸稍微 开开玩笑 其实我们讲的很多东西 都可以让你赚得到钱 嗯 哪边该卖 为什么要卖 理由是什么 什么样的股票 为什么不能追 为什么外资看好 要小心 对 屡市不爽啊 哎真的事发了很多次 还记不记得 3661世新 为什么David 二月份给你的资料面 故意把戏制裁去掉 有原因的 我从2019到2024年 从那边把戏制裁 五年咯 都没去到过 都在里面咯 今年二月第一次把它挑掉 拿掉 我说外资上喊 一定出问题 嗯 果不其然 二月过完之后就崩叠了 是的 哎 M3也这样 还有个地方让你可以 世新也这样 是 不是我厉害 人家 是外资神乎奇迹 哈哈哈哈 怎么可以 错了这么离谱 还不改 是不改口 你就不要改 那我就不买而已 嗯 我买其他的就好了 是不是 所以直出大会 不用玩了 今天的活动呢 赶快 有个三五百点 有什么稀奇的 来就让你问 一人签两档 明天节目一定要看 有些大家 那个询问度高的 也许是你 点阅率高的 对对对 David会直接在节目上 分享给你们听 好 会从基本本的角度 从我看到的筹码角度 从各个角度 跟他切这个东西 大家怎么看 后面有没有机会 是 OK 好 直出莫慌莫害怕 好不好 财务百点怎么慌 我开心也不得了 股票也莫慌莫害怕 莫及莫慌莫害怕 当然前两天 我卖你当然不害怕 直接我拿号 Lite圣圈 Lite给你问 好 一人两档股票 活动完全免费 都记得把我们的 Lite圣圈来做加入了 节目真的感谢 David老师 YT频道的好朋友 明天见啰 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